嗨,大家好 前面我们有讲到APP如何在应用商店做推广 以及APP的移动营销怎么来做 那么本节课主要来讲APP推广的一些常见玩法 主要从换量以及刷量刷榜这两个方面来讲 那么学习完本节课的目标便是 对于什么是换量推广有一定的了解 以及对于什么是刷量刷榜有一定的了解 那首先来看什么是换量 换量简单的讲就是两款产品之间相互置换相关的资源 以达成双方产品在用户量级上面的一些互补和增加 那么常见的换量有1比1APP和APP之间的换量 以及1比1和应用商店的置换 那除此之外也可以加入一些换量联盟来进行置换 一般情况下都是等值的互换 但也存在一些不完全相等的情况 产品之间1比1互换的过程多于友情的交换 然后在对外带来更多曝光的同时 带来一些下载量或者激活 那么和应用商店之间的换量 各家的玩法和要求各不相同 比如说应用宝关于换量便是指的是 开发者和腾讯互相利用资源优势 推广对方移动端产品的合作模式 开发者帮助腾讯公司推广腾讯公司的应用宝 手机QQ的软件 腾讯公司通过应用宝平台帮助开发者获取用户 在早些时候应用宝换量是给应用宝带来一个激活 然后呢这边会返你两元的广告费用额度 而且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 合作的门槛是应用需要每天给应用宝带来1K的激活量的能力 那么现在在原理的基础上推出了一些新的换量模式 支持换量的数据会自动的统计 采用投放效率更高 转换效果更好的CPA任务模式进行投放 就是说他现在支持了现金采买应用宝流量的能力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加入换量联盟平台 比如说360的换量联盟 接入平台SDK之后登上应用一个换量墙 360换量墙共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普通推荐 然后你还有积风墙 那么应用在平台通过交叉互换方式获取到流量 你可以推广其他人的应用 那么获取到相应的量的一些反量 那除了商店这种换量平台 现在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换量平台 比如说亲网 便是搭建了一个行业里面互助互利的合作平台 我们可以在亲服务里面入住申请 申请成功之后便可以发布一些换量的信息 或者在底部有一些 我们可以勾搭一些换量的产品 那么亲网是为互相换量的产品 提供了一些详细的产品介绍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看一些 那简单来讲就是换量是两款产品 互相置换资源 以达成双方产品用户量级上面的互补增加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换量的价值 换量的价值简单的有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品牌曝光 比如说加入亲网或者APP干货铺子这样提供的一些换量平台 那么只要有人访问的时候便会产生一定的曝光 那么随着而来也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是获得更多的资源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 有些渠道可能没有商业化 资源不售卖 只能通过换量来获取 另外有些渠道的售卖资源可能只是一部分 没有办法满足量的要求 一般而言换量的资源比直接买广告的资源要更加的便宜 那么与渠道商务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这就显得至关重要 那么有些渠道的商务它是有一定量的KPI 他们表示就是只要参与换量的人 才能有资格获得更好的一些首发或者其他活动的资源 那么第三就是带来更多的新增用户 前面讲到产品和产品之间的换量 用户属性是否和自己家产品的用户属性相匹配 那么如果不匹配的话 在初期很有可能导致产品功能的使用数据 然后一些用户反馈出现一些误差 那进而影响到今后整个产品的成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画量的常见形式及玩法是什么 然后简单的总结有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内容合作 第二种开屏合作 第三种是弹窗合作 第四种是焦点图轮波合作 第五种是应用内推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是讲内容合作 内容合作简单来讲就是通过优质的内容 吸引到精准的客户和潜在的客户 从而实现一个营销的目的 但是在这两点中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点 你的产品要达到一定的用户量级 第二点你的产品的价值和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今天举一个案例是同道大叔和保利静的 那么同道大叔大家都比较清楚 是微博知名新作的博主 那么以总结实际上新作各种特点的漫画建造 那么宝洁老小孩新家规 在这样的微博话题中将产品和话题自然的植入漫画中 那么这种就属于他们的一种内容合作 然后呢通过这样优质的内容吸引到一些的用户 和一些潜在的客户 然后从而实现一种影响的目的 第二种就是开屏 开屏指的是又是打开APP时 全屏或者半屏的展现产品 那么一般情况下 同一个用户不会频繁的启动单一个APP 然后因此与其他广告形式相比 同等数量的广告展示下 该类广告啊 能够覆盖到的相对 能够覆盖到更多的一些独立用户 所以展现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三种是弹窗 弹窗一般指的是一种 在应用内开启时会弹出的一种广告形式 效果不错 但是会影响到用户的体验 这种情况下 一般都会建一些财大气酥 或者大公司的产品 可以考虑这种方式来进行推广 因为他们本身已经具定一定的品牌效应 第四种是焦点图轮播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一张图或者多张图片 展现在应用内 就是一个焦点图 然后呢 在应用内很明显的位置 用图片组合的形式进行播放 那么有一点像焦点新闻的意思 只不过是加上图片 那么一般都使用在应用的首页 或者扩展页的一些频道页 因为是通过图片的形式 所以有一定的吸引性 然后视觉的 就视觉上面的吸引性 然后大家会比较关注 第五种是应用内的推荐 那么荒量不一定是要找单独的应用 也有很多款软件 是专门来做一些应用推荐的 那么它在里面会有一些应用推荐栏 那么应用内的推荐 如果位置不是很好 或者处于中间比较尴尬的层次 那么再加上用户量就不大 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 除非那种用户规模 已经达到千万或者过亿的APP 而且未是展现特别明显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这个也是说一个 我这边只是说可能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如果说你没法进入到 APP搜这样一款产品里面的推荐的话 我建议前期大家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一方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些换量的开展步骤 主要分为这四步 第一步就是了解可以换量合作的产品 那么这个时候主要是了解 自家产品和需要换量的这款产品的用户上面 一些属性是否能达到匹配 第二是了解不同产品换量的一些规则 第三种是签订协业之后 在签订协业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合作的测试 测试换量 然后看一下对方量的效果 以及最终的转化 第四就是签订合作之后 我们要不断的去优化一些素材 还进行一些长期的合作 签选比较好的渠道 那么到最后的话建议和两三家合作 保持一个长期的就比较稳定 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这边是一个案例 讲的是换量的一些开展步骤 第一种是APP与APP之间的 那么就是刚才讲到了亲网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亲网这边 它会提供很多 关于换量的一些详细的资料 那需要哪些资料的话 这些东西大家可以去亲网去看一下 或者自己平时如果已经有 参与过换量的一些过程的话 大家就比较清楚 第二种是APP与渠道之间的 那么这个这张截图是腾讯后台的应用宝 在广点通投放广告的时候 一些换量 那整个流程是比较清晰的 大家可以去后台去看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关于换量的一些注意事项 主要有以下六点 第一点就是明确换量的目的 明确换量的目的 然后大家 比如说问一个问题 换量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大家肯定都会回答 肯定是要量 答案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量的目的最终的 我们要最终的目的 其实是实现一个变现 或者说推动产品一个良性的循环成长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产品的定位与合作伙伴 产品的用户属性定位不区配 那么不仅在数据上面会 流程会很难看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 后期产品整个用户的一些生态 那么这个时候就失去了换量的意义 所以我们不能为了换量而换量 那么第二个就是沟通换量的比例 前面讲到的是一般换量的比例是1比1 但是这一定程度上 需要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上面 比较强硬 而且自家产品也有一些品牌和量级 那么如果达不到具体的衡量标准 那就有可能是 比方一天能给你带来几百几千的用户 但是你只能达到几十或者更少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合作就会很难进展下去 但是如果你和合作人的关系很好 那这就另说了 第三就是要提高沟通的效率 换量的沟通成本其实还是蛮高的 所以在沟通的时候要讲究效率 比如说你给对方发一个你好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能附上你的名片 并且说明你的来意 那这样的话 如果同期你在准备一个产品介绍的PPT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式 如果对方不能够及时的回复你 就是这里建议大家不要去抖动窗口 或者频繁的去打扰 那这样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沟通进程 造成一个不好的印象 如果对方有兴趣的话 看到的话自然会跟你进行有效的沟通 另外就是在达成合作协议之后 前期自压产品的素材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那么这个时候物料就包括 产品的英文名Icon Icon的尺寸大小 这个也要标清 然后第三就是应用的一些介绍 然后第四就是应用的一些产品宣传图 然后同时也要标上尺寸 第五就是产品的安装包 那么物料尽量是一次性能够全部打包给清 不要多次的单独发送 那这样会浪费大家的时间增加沟通的成本 第四点就是注重转化率 那转化率是比较重要的 一般在测试的时候周期都是一到三天 也有特殊情况或者会测得更久一些 也可以外放安装量为标准 这个因自身的情况而定 大部分产品从安装到机会的转化率都是不一样的 有的转化率会高达30%甚至更高 但是有的转化率却不到1% 差距很大 但是说白了 大家在利用相同资源推不同产品的时候 换回的激活量 可能差距很大 这个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这个时候就要想一想 如果差距太大 觉得目前的数据不可能合作下去 但是又很想和这个产品继续合作下去的话 这种情况我就建议商务去 让商务的同事去沟通一些提高换量的比例 商谈一个双方都能够都能够接受的比例来提高一个转化率 总之就是要尽可能去追求一个双方共鸣的状态 然后这样的话下一次合作才能够更加的顺利 第五就是规避风险 前期达成合作协议之后 签订合同的时候要在细节层面要做好一些风险控制 量就是量的标准 然后要由双方来置地 与其道合作之前要告诉渠道 那么如果合作方认可的量 我们就会做一个结算 如果不认可的量 我们是不予以结算的 那比如说按照下载合算 还是按照激活来合算 那这些都是细节 如果前期没有说清楚 或者在合同里面没有标签的话 后期在结算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扯皮的事情 第二点是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的基边的话 因为有安卓和OS之风 那安卓的话单独的做一个换量的渠道包就好 这样的话用户安装在这个渠道的安装包 激活之后就注册进行某一个渠道的监测 不同的渠道来源 用户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去分开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时间车和设备的 IMEI码来做一些标识 IMEI码可以在自己的APP制作的时候获取 那么通过合作伙伴提供的时间车和IMEI码来进行确定来源 ROS在换量的时候如果要检测量的一个真实性 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一般换量都是给一个iTunes链接 直接会跳转到APP style进行下载 那么ROS只做了一个换量推广 其实还好 要是有很多的话就很难去确定一个量 那么所以大家一般的做法会在中间做一个跳转页 统计跳转页的访问次数 大概都会估计一下最终的下载次数 也可以考虑给一个API文件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统计到具体能量 只是对APP style的排名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想做一个优化的话 就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也可以采用一些第三方的统计 然后密集技术型的公司可以自己来做接口 但是前提是对方也要支持这样的一些技术 那么总之 建议换量的时候 双方要就一些细节达成一些共识 签订一些协议 然后避免后续产生一定的纠纷 接下来我们来讲 什么是刷量以及刷宝 什么是刷 然后这个概念 我觉得对游戏比较关注的小伙伴 可能会经常的去听到 比如说刷装备 那么如果说身边有一些学霸朋友 我们也可以听到 他们经常会说刷风 比如说四六级明明已经考过了 但是对成绩不满意 他还会再去考一次 然后目的是得到一些更高的风数 那么这个过程简单的理解 便是通过一个重复性的动作或者途径 来提高价值 那么刷量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重复性的机器操作 这种手段来提高产品的数量级 那么明白是什么是刷量之后 刷榜其实就更好理解了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苹果的榜单排名规则是按照日新增下载来下载量来进行排名的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想要更高的榜单排名 那么就可以使用刷的手段 在短时间内迅速的提高下载量实现一个这样的话就会实现一个高榜单的效果 那么这就是刷榜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刷量刷榜 然后总结的话有第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更好的位置 榜单的排名我们知道是受下载量的影响 那么ROS刷量的机制在前面的课程有讲过了 分为三种 那么通过刷量可以实现一个高榜单之后 我们就可以带来更多的一些真实用户 那么带来更多的真实用户 在一定时间内有可能会维持住这个榜单 但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刷上去之后维持三到四天就会掉下了 那么安卓市场的阵营比较多 然后排名规则也各不相同 但是多数情况下市场的排名规则中 它的排名规则当中 然后量的权重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时候下载量可能是一个月的总量 也可能是一周的下载总量 甚至是一天中几个小时的下载总量 但是这都需要很多的量来才能hold得住 第二是要有更好的数据 那么既然刷量 那么前单就会相应的展示一定的量级 那无论是在影响用户下载时的一些决策 或者是合作和融资 前端展示的量级多多少少都能给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小的底气 而且刷量 刷量这个在行业里面是属于一个灰色的地带 所以一般人都不会太清楚这其中的原理 而第三就是更好的融资 其实就是为了更方便去融资 在市场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排名 或者尤其是在APP材料这样的市场 或者无论在前端或者后台有更多的量级的时候 这些条件多多少少会为融资带来一些不小的便利 那么相比上百上千万的融资 花在推广刷量上面几万几十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经费 就会显得不值得一提 虽然这其中有大量的风险 但是不可避免的是有不少企业愿意为此铁而走行 那么怎么刷量呢 在前面如何做好APP渠道运营的课程中有讲到过 目前行业里面刷量主要有五种操作形式 然后这里简单的以两个例子来说说明一下 第一种是爆发流 就第一张图来看 它是集中在一个时间点来进行井喷式的刷量 那么这属于爆发式的一种操作形式 那么这种操作形式一般有两种原因 第一种是没有沟通到位 然后渠道会直接给你这样去做 第二种就是渠道的技术有限 它没法做到一个全天性的风度 那带来问题就是 后续我们来看后台数据的时候 无论是给上级或者给一些合作的伙伴 这种数据都是无法去解释的 第二轮 第二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曲线 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模拟正常下载的一个取向来进行刷量的 一天当中可以是每一个时间点的量都不一样 那么这种做法也通常情况下是难不倒渠道的 可以模拟一天的或者一周 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都可以做到 那么这个时候这样的刷量 然后就比较仿真 然后呢到最后做数据解释的时候 也会更方便一些 然后最后 无论是渠道的推波助澜 然后还是大家KPI的考核 或者是公司一些融资的需求 虽然子木在这里介绍了关于APP推广的一些成见玩法 比如说刷量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推崇或者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而且这样的做法无论是在国外的APP市道 还是国内的一些安卓应商店 它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 比如说苹果最近就有长达130多小时的锁保和轻保 那么这些操作其实都是对整个生态的一些优化 以及对开发者一些不正当措施的一些惩罚 那么很多人会很形 有些人会很形象的比喻 说刷量就如同吸毒 那么时间久了就会容易忘记真实的自己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做选择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选择走这条路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么最后今天的作业便是结合前面讲到的 换量需要等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呢 大家可以将自己家产品换量的一些所需要的素材 进行一下整理 然后方便自己后续做一些换量推广之后来使用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